澳洲各大城市再次进入封城状态 那么现在唯一可用的疫苗 是不是只剩下美国的辉瑞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GoMarkets热门话题部分 咱们今天来说一说疫苗 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印度的变种病毒非常厉害 澳大利亚目前仅仅是剩下两个州 还没有进入封锁状态 那只剩下之前表现最差的维州 和一直以来都是由于人比较少 而相对比较安全的塔斯马尼亚 除此之外的不论是东西南北 包括北领地 目前都是进入了一个紧急的封锁状态 那么之前澳洲政府一直是推广的是英国牛津疫苗 但是由于它可能潜在非常非常小概率的血栓 所以导致很多人是不太愿意去接种 但是又由于所之前定的美国的辉瑞疫苗量不够 第一批只够大约是50万人接种 第二批要至少到9月甚至于10月才会到货 这就使得从现在到第二批辉瑞疫苗来临之前 出现了有3到4个月的巨大空档 那么现在从实际数字来看 我们跟大家简单说一下 以英国为举例 他们几乎全国80%以上的人口 已经接种完至少1剂疫苗 目前来说 虽然昨天新增新冠的病情人数 大约是2万人左右 但是他们的死亡人数在昨天只有28例 也就是几乎是万分之一 这个死亡的比例几乎已经和大流感 就是普通的流感差不了多少 换句话说 我们知道虽然英国疫苗每8万8千分之一 我们就以10万为举例 每10万分之一会有血栓的风险 但是以英国目前全国接种情况来看 它还是能够有效的帮助人们降低重症和死亡率 当然了 如果是和最好的现在的这个叫做MRNA技术 也就是说它实际上它本身它不是一个病毒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3D打印技术 它是一个3D打印出来的像一个病毒一样的照片 把它印在我们的细胞和我们的身体的免疫系统中 之后当同样的就相当于我们说的通缉犯的画像 通缉犯的画像贴在身体里面 之后这个病毒来了之后 我们的免疫系统就会有针对性的进行抵抗 这个病毒并不是嫁接在腺病毒体 或者说是像英国一样的大型型病毒体中 所以相对来说它潜在的人体的排斥反应是比较弱的 那么现在使用这个技术的一共是两种疫苗 一个是美国辉瑞 也就是和德国的BNT联合制作 第二个就是蒙德纳 有关这两个疫苗 我们在去年的一档节目中和分析报告中 也已经跟大家明确说过 这两个疫苗是目前最新技术研制的 也就是我们叫做3D打印技术研制的抗病毒疫苗 所以说从有效性来看 现在不管是辉瑞还是蒙德纳 他们对于现在的Delta病毒变种病毒 也就是印度变种病毒的抵抗力和重症的抵抗力来说 都是完胜英国的牛津疫苗的 因此这两个疫苗所在的公司 一个是BNT 记住不是辉瑞 千万大家不要搞错 它虽然是叫辉瑞疫苗 但实际上来说 我们要关注的股票是BNT 还有是美国的蒙德纳 这两只股票在过去的一周时间里面 也是因为他们的疫苗产品经受住了变种病毒的抗疫 因此他们的股价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过去的五天时间里面已经上涨超过20% 未来我个人认为 这两个疫苗包括使用这两个疫苗的技术 将会占据未来抗 COVID 我们说的这个就是新冠病毒 在未来一两年全世界疫苗的市场占有率 将会继续提高 也就是说什么呢 也就是说他们的盈利情况会更高 以后越来越少的国家将会使用英国疫苗或者是旧一代的疫苗技术 而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得到或者说自己能够生产 这个新的3D打印技术之前 那么他们不得不将会从蒙德纳和BNT那边来购买疫苗 所以我本人继续看好这两个股票 好了 以上就是咱们今天的内容 欢迎您下次节目收看 再见